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均超过1% 临近尾盘阶段出现了一波跳水 在非农数据发布后 市场的表现合情合理 但很显然投资者对于进一步抛售美债感到担忧 周末的消息面风险和恶化的美国疫情状况都摆在眼前 在之前的视频中 反复强调过3150这根压力线 既然无法突破 所以尾盘跳水也在情理之中 同样 美在走势也反映出了市场的犹豫情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几只热门的个股上涨和下跌的主要原因 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 Moderno疫苗三期实验被传延期引发股价大跌 亚马逊会员日再度跳票至10月 特斯拉Q2交付数据均远超预期 Facebook计划关闭旗下两款社交应用 传闻进军视频流媒体市场Spotify大涨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按下暂停键 仔细看我的视频贴图 我这里就不具体再展开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相关的信息 下面我们重点来看电动汽车制造商 蔚来汽车 股票代码 NIO 蔚来汽车成立于2014年 主要从事电动车 电动跑车及相关充电设备等的设计和开发 NIO是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的先驱 试图以可承受的价格出售中档电动汽车 自2020年初以来 蔚来汽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 当时它的现金储备正在减少 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可能将其推向破产的边缘 并且随着去年对扩大的销售网络的积极投资 开始获得回报之后 蔚来汽车似乎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该股的涨势加速了 那么为什么出现突然的牛市和新发现的乐观主义呢 下面我来给大家深度分析一下 注意啊 今天我的结论会随着分析的深入不断的反转 我们先来普及一下蔚来的换电模式 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在巡航里程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蔚来却用车电分离的方式避免了和特斯拉的短兵交接 在换电模式下 如果你的车的电跑完不是充电 而是将车开到换电站换一块电池即可 师傅帮你导进去 全程只需要五分钟时间便可满电复活 这会给蔚来车主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同时蔚来在自己车主群体中的满意度 一直是其他品牌难以追赶的指标 为了维持住这个指标 蔚来在自己提供的服务上不断加码 比如把单免升级成了双免 终身免费质保服务之上 还将为所有ES6、ES8的首任车主 提供终身免费换电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举动 但这项大福利却被淹没在财报和股价中 没有引起外界足够的重视 这个导致了蔚来的第一大风险 上面所说的终身 无限次免费的换电服务 从根本上动员了蔚来确认营收的基础 蔚来换电服务的成本要大于充电桩 蔚来免费维修和免费换电两项服务 成本无法估量 就算期限约为15年 在财务上也属于不可控 因此附带着终身双免承诺的电动车销售金额 无法确认为营收 投资者担心的是 蔚来真提供这些服务的话会变成慈善机构 电动车亏本卖 毛利润力为富 维修换电还终身免费 实际结果就是 从财务上看 公司到目前为止从未盈利 他们每年消耗大量现金 这是非常灾难性的 接着 我们来看未来的一些其他风险 一 股份会不会被稀释 在4月底 该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部门 签署了一项融资协议后 获得了近10亿美元的新资金 这缓解了投资者对其现金不断减少的担忧 现在 政府拥有该公司25%的股份 虽然新的现金可以用来维持公司的生命线 但这也表明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股份会被稀释 2. 电动汽车市场上还有其他竞争 例如小鹏汽车和特斯拉 大家必须认识到 未来的品牌是一个问题 目前还远远不能和特斯拉相比 特斯拉的大幅降价 肯定对所有国内电动车都造成很大冲击 但未来应该是受伤最大的一家 3. 他们卖豪华车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奢侈品通常表现不佳 4. 美国存托凭证ADR风险 这意味着如果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依然很高 您面临更大的风险 现在川普为了大选 不愿意与中国在这几个月全面开战 但大选之后呢 美国两党对中的政策是一致的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化 中概股的系统危机不容忽视 最后 回到未来的换电模式 如果电池的技术发展很快 形状和样式若发生大的变化 原来的车将不适宜装配新的电池 如此 这种换电模式的优势将会被分割打碎 老用户享受不到新的福利 而未来也要针对不同型号电池换电 进行分开管理 增加运营成本 所以 如何借助换电模式培养出的用户生态 开发新的盈利渠道将是其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方向 说完风险 我们就要来看看未来汽车重新乐观的理由 首先 就是生产已经重新开始 它们的汽车需求出现新的增长 在中国 往往是家庭成员一起使用一样车 对后排使用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对于可容纳6至7人的蔚来SUV来说 这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该公司报告 6月份的销售总额 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和其自身的预期 销量数据公布后 未来汽车股价暴涨 市值超过100亿美元关口 第二点就是 大多数人只是抓住了未来的极度悲观点 去分析那些过时的财务报表 那只是浪费时间 徒增烦恼 只是按照收钱的速度 破产的概率来分析股票 要知道 曾经的特斯拉也一度传出破产的可能 我在上期视频说过 新能源是大势所趋 未来的产品力和特殊的服务机制都还不错 只是钱的事情 无法预料白衣骑士从何而来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背后的资本到底是谁 最著名的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义车创始人李斌 汽车之家创始人李响 京东创始人刘长东和高龄资本 所以未来的烧钱模式是否能够维持和继续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些背后的资本自身的日子是不是好过 从最近的股市表现来看 这几家都非常有底气 所以危机暂时性是解除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中国是电动汽车消费最多的国家 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 同时 电动车是未来趋势 而中国只有这一个电动车厂商目前在美上市 而且还敢叫板特斯拉 相信背后扶持的力度只会加大 这里补充一句 未来和英特尔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的市值目前约为100亿美元 与该领域的另一家公司尼古拉相比 尼古拉的市值达到210亿美元 下面我会讲这家公司 如果单纯从两者的市值进行比较 考虑到该公司的高增长 NIO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总结一下 对于看涨未来的逻辑 我简单来说就是主打产品好 整体市场空间大 用户忠诚度高 有政府支持 有毛利率增长空间 总体具有积极的前景 它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增长迹象 而且它实际上是实实在在在生产 和销售汽车 这与其他空壳公司相比 直卖概念是不同的 或许它现在的增速太快了 需要调整一下 例如6月 高盛发报告显示对NIO估值的担忧 将股票评级下调至中性 对股价的短期冲击比较大 不过大家都知道 高盛的报告通常会被视为反向指标 我个人认为 未来已经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 空间还是蛮大的 未来五年 汽车市场也迎来了复苏期 NIO现在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然而 公司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流动性和进一步稀释股份 尽管我们都知道 特斯拉的表现如日中天 但部分投资者已经把未来 立为特斯拉的避险工具之一 随着特斯拉的大涨 电动车板块的联动效应 未来也是目前最为受益的一方 这里要多说一句 大家看股票要放大点格局 要先看板块 看龙头股 相关个股往往会一起上涨 NIO尚未确定其第二季度收益报告 但很可能会在8月下半月的某个时候发生 投资者现在正在期待盈利 而且对公司将达到或超过其毛利率和运营效率目标充满信心 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如果再次大抄预期 很有可能引起下一轮的上涨行情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提到的尼古拉公司 股票代码NKLA 这里也来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在6月13日的第72期视频里 已经做过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看一下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介绍里 当时NKLA是非常火的 我在视频中给出了下面的结论 尼古拉这家公司尚未交付一辆卡车 也没有一家制造卡车的工厂 并且预计到2021年才可能产生收入 据公司自己说 公司的车辆预购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注意 这里仅仅是预购收入 从他的财务中根本找不到相关的确切数据 只是给投资者画了一个大饼 尼古拉的财务状况像许多年轻的公司一样 不赚钱 而且很可能几年都不会盈利 针对最近其创始人的一系列推文 投资者对该公司即将推出的 Bedder电动皮卡车的质疑不断加剧 这是一款电动皮卡车 目前似乎仅以原形形式存在 个人认为投资者对公司的这种游戏 开始有些厌倦 最后根据Mark Smith的图表分析 尼古拉的股票一直吸引着看跌压注 这只股票目前风险极大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可以提高警惕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如果你有意见 不必在任何方面与我保持一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新进大热的SHALL 估计知道这家公司的人还不是很多 在我仔细研究这家公司的并购热潮中 发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 但是在投资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 这是不是一家值得投资的公司 还是上面的尼古拉公司的另一个翻版 也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公司 这里先科普一下 大多数公司在准备上市时 都通过IPO进行公开发行 这可能是一个耗时的过程 而且价格不菲 一种替代方法 是与已经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公司合并 这通常更快 而且肯定会便宜 投资者对尼古拉的股价 在过去一个月的大幅上涨感到兴奋 正在寻找下一个尼古拉 而哈利尔就是这么一家候选公司 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 双方都是柴油动力重型卡车的绿色替代品 两者都是早期公司 尼古拉6月初通过与其他公司的合并而上市 现在哈利尔计划与SHLL合并 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不过和尼古拉不同的是 哈利尔不是在画大饼 它已经在销售一种产品 一种将柴油半柴油 转化为混合动力的套件 并预计 明年将交付完整的动力传动系统 记住 它的目标不是制造环保的卡车 只是制造动力总成 这些系统可以连接到任何卡车 以减少排放并提高运营效率 公司最激动的真正技术是Hypertruck ERX 技术方面大家不用去理解 结论就是比现实中的特斯拉和传说中的尼古拉 都还要厉害 产品计划 并且很快就有资金得以实施 这就是SHLL的股票一直在上涨的原因 目前哈利尔提供的机会确实具有吸引力 但必须强调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前景 其收入微不足道 但如果管理层在其假设中正确无误 则上行空间可能很大 如果管理层决策失误 该公司的投资者将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 我个人还在观望之中 一口气讲完了三只股票 就是为了给大家有一个互相之间的比较 总结一下 以上几只股票我都没有 不是不想 而是我的仓位已经到了控制线 所以目前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top观察列表中 NIO是第一优先级 今天先做个奇强派 好坏都说 雨露均沾 两边都不得罪啦 好了 如果您想收到我新视频的更新通知 可以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个赞 谢谢啦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